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广西的柳州 这里是柳州火车站 刚刚是乘坐直 二把五次列车 桂林到柳州 运行的时间是一个半小时 现在准备从这边出站 可以看得见这边有很多物工的人员啊 人太多了 因为柳州嘛 众所都知 是一个工业大城 它这里的工业啊 在全国都是有名的 乃至四街 都是大包小包的呀 柳州站 它这里核档检测 嗯 它这边是跟东西馆厂的 我现在从这个棕馆厂出去 先在这边做个河山了 虽然我是14天之内都是在管西 但是也不行啊 混检是8块钱 单检是28 还要填写这个车次 好 刚刚的已经是出档了 真的很严格 现在真的是旅行也是很难的 出档之后 这个视觉冲击效应啊 真的非常强烈 柳州 住宿还没定了 准备在火车站附近找一个 便宜点的旅社吧 看看能不能找得到 它这边竟然还有一个夜间临时休息区呢 从这里看一看 柳州站 这里是吧 会不会隔着这个马路 还好吧 南向 那你便宜点吗 网络好不好 网络好不好 可以啊 这里有个五千吗 哦 先 你要试一下吗 哦 行吧 我注意吧 好 刚刚已经是把这个住宿搞定了 这边是二楼 公共卫生间的 这边就是这个二楼的环境 这边是在公共卫生间的 现在上楼 我是坐着这个三楼吗 有点窄 那那还有四楼吗 顶楼 就坐着这一间 大卫生间的 大卫生间的 它这个开关比较特殊啊 灯关是从外面控制的 看一下 1.2米的床应该是 空调是不能用 有电风扇 整体的开心 看这个房间 这边是柜子 洗漱用品是要下面去拿的 我没有要 这个被子看上去还挺干净的 他说是 新换过的 看着这老板娘人 还是挺漂亮的 觉得说应该也是特别干净 这边就是洗手间了 洗手间还装干净吧 他说这个热水的话要久一点才会有热水 麻雀水小 五脏俱全 这边有一个窗户 还好 先通要风吧 这边有一条相当于是夜市 理发的呀 吃饭的呀 特别多 所以坐到这里还是挺方便的 这就是柳州比较 老的小区 城镇村的 类似于 有火之战特别近 他这边其实是中午12点之前退房 看上去比较老旧这个设施 但是整体上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主动如果你要关的话 要从这个外面关 冬天的话可能就有点冷了 好了 刚才已经是把这次戳定了 这个老板娘的人挺好的 尤其是他这个锁嘛 就是这个门比较老旧嘛 但是他也是全程地告诉了我 怎么去使用 然后这个热水器也是告诉了我 怎么去用嘛 他开始开价是50块钱嘛 最少是50块钱 后面我有点不太愿意坐了 然后他就是让我有点微蓝的感觉吧 然后他就40块钱 说最少40块钱了 不能再来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 就是说开得太低嘛 毕竟他这个被子说实在的 这是我做了这么多 40块钱的小女馆感觉最干净的一次了 因为他这个被套真的是挺白的 这个被褥 非常的好 为这个 旅店点个赞 尤其是有些火车站附近 344块钱的小女馆真的非常的潮湿 而且特别的脏 他这个的话比较的干燥被子 一看就是新换过的 最近天气也可能比较好 然后用洗一下的就容易干 还是挺意外的吧 带到这个房间来 我觉得让我有点惊喜 因为我看他这个配套设施 外面的话 确实是有点不太理想 但是这个内部的话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才有独立的卫生间 对吧 价格还是挺便宜的 而且挺安静的 我看一下 他这个墙体也是实体的 而且他说不会潮 就它是现在是白天 我也觉得不潮